总会听到很多片方为了宣传作品 打着一部让你摒弃凝神 无法呼吸的电影的名号 但直到看过这部传奇冒险电影 你才能体会到真正的无法呼吸是什么感觉 我是江湖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超级伟大的作品 《热气球飞行员》 故事开始 伦敦的一位女飞行家艾米利亚 照样和科学家詹姆斯 共同乘上飞往天空的巨型热气球 这是一次牵引着伦敦数万人期待的飞行计划 热情四射的艾米在场上 尽情鼓动着观众们的情绪 之前法国人曾飞到了两万三千英尺的高空 而他们此行即将打破记录 创造一个全新的历史 按照计划 气球将于五点起飞 但还未开始这对搭档就表现得很不融洽 时刻关注着各种数据的詹姆斯 讨厌艾米的迟到 更讨厌他为了哗众取宠 将狗狗从空中扔下来的行为 但艾米并不这么想 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次飞行 全是底下的投资大佬们所做的贡献 他要让那些人觉得物超所值 渐渐的 随着热气球越飞越高 街道远了 人群远了 独特的视角是那么令人振奋 这是詹姆斯第一次来到空中 当看到那座最高的建筑时 他想起了两年前 和朋友一起爬上它 欣赏热气球起飞的画面 詹姆斯一直梦想着 能够解读大自然的奥秘 找出天气状况背后的规律 却在解锁未知的道路上 遭到了其他领域科学家的嘲笑 甚至还有人认为 他是在搞巫术 思绪回到当下 热气球急速上升着 很快便闯进了一片厚重的乌云 艾米觉得他们遇到了危险 然而话音未落 狂风暴雨便疏得扑来 两人紧紧抓住绳索 在篮子里跌宕起伏了好久 才撑过了可怕的首次遇险 危难过后的阳光永远迷人 加过好绳索后 他们看到了神奇的光轮 绝对的安静 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喜悦 詹姆斯兴奋地在高空中 大声呼喊 一直以来都无人帮助他证明猜测 艾米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希望 他想请求艾米 带自己去往天空 探索未知的秘密 却为农场找到抵抗 洪水与干旱的方法 但当时的艾米 正丈夫的离世而欲寡欢 并没有继续升空的打算 直到他相信了 天气预测真的有效 也看到了 自己能为改变世界 做出贡献的可能性 才有了这次飞行 回到17000英尺的高空 热气球中的两人 竟惊讶地看到了漫天的蝴蝶 原来除了鸟类 真的只有昆虫 能随着气流飞行 到了24000英尺的时候 气温已经降到了 很低的程度 而他们也显然地 超过了历史记录 热气球蜷缩前进着 两人激动到 彼此握手言谢 要是少了任何一方的提议 他们都不可能 见到眼前从未到过的高度 詹姆斯写好数据 放了信鸽回去 以防自己遇到意外 但很快 两人就遇到了 致命性的分歧 詹姆斯想着能再高一点 他要获取更多的数据 但艾米考虑到 回去的风险 他不能再像失去丈夫一样 承受为别人生命负责的错误 詹姆斯兴奋地记录着 从未有人发现过的现象 但艾米很快便发现 同伴因为缺氧失去了理智 是时候回去了 可他在放弃时却发现 顶部的阀门已被牢牢冻住 詹姆斯由于缺氧昏睡了过去 艾米只好决定爬上顶端 手动放弃 我想再没有什么语言 能够用来描述此举的惊险程度 毫无装备的艾米 竟在万米高空 靠着强大无比的意志力 一步步爬上了最顶端 然而那里的空气 却更为稀薄寒冷 还没有来得及放空所有的气体 他就昏睡了过去 一段时间后 漏气的缝隙放去了所有张力 艾米也顺着球面 一咕噜滑了下去 幸亏腰间的绳索 掉住了他的身体 再次醒来 意识到自己危险处境的艾米 一个机灵 就将自己翻转了身 他惊慌失措地 呼喊着詹姆斯的名字 然而 蓝里的人早就没了知觉 艾米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重新爬回了蓝中 他害怕极了 但最后 上天给了他们眷顾 让詹姆斯好好的苏醒了过来 其后余生让周围的紧缩一加美好 可就在詹姆斯收集雪花的时候 注意到了热气球不正常的下降速度 在每秒钟都可能撞见死神的情况下 两人合作 迅速将所有东西都扔了下去 最后 甚至将篮子也砍掉抛弃 然而 下降速度依旧无法抵制的增快 艾米决定跳下去 给詹姆斯换得一线生机 幸亏后者背水一战 想到了砍掉绳索 将热气球改装成降落伞的方法 才安稳度过了最后一次鬼门关 故事最后 詹姆斯的科学理论 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勇敢无畏的女飞行员 艾米丽娅 也永远地被世人记住 电影不久前才刚上映 故事改编自19世纪真实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 该片主演在拍摄过程中 还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意外 高空气球在降落过程中 由于撞上一堆树 而导致场面一度混乱 幸亏最后没有演员受伤 推荐这部影片给大家 电影中的特效和演员精湛的演技 真的极具观赏性